武漢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中共当中声称病毒源头是来自市场的野味 但如今外界高度质疑病毒是人工合成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是亚洲地区首个建成的P4实验室 外界将矛头指向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也称作是武汉P4病毒实验室 美国华裔学者刘正指出 P4病毒实验室是一个医学外观 却具有身后军方背景的双重神秘科研机构 并强调新型冠状病毒显然是人工改造后的病毒 而不是自然变异 博弈网络董事长徐波则在微博发文宣布 实名举报P4病毒实验室涉嫌泄漏病毒 他指出10项基本事实像是 没有证据证明野生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 能感染人类 并说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过一项特殊研究 利用病毒基因重组技术 把原本不感染人类的蝙蝠冠状病毒 改造成能感染人类的新冠状病毒 而研究所手中的大量种类蝙蝠冠状病毒样本 至少有一种与这次的病毒高度相似 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六 研究这是这一支病毒 确实是百分之八九十四 跟原来那个萨斯病毒非常的像 不太像的是为什么突然间有四个点呢 好像这个黄色的部分 好像四个点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 spike protein 就是碎状蛋白质 这四个点是被植入进去的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支病毒 有网友发现 研究员石正丽曾经在国际期刊 自然发表一篇研究 205年成功将SARS病毒和蝙蝠病毒杂交 制造出能有效感染人体呼吸道的 新型冠状病毒 其他病毒学家更质疑这项研究的必要性 而石正丽回应 用生命担保跟实验室没有关系 引起外界关注 1990年石正丽开始在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 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研究 SARS爆发后 他就亲自带领研究团队 到全国各地采集各类蝙蝠样品 做病毒检测 寻找SARS病毒踪迹 武汉P4实验室 是否参与中共的生物武器计划 国际各界持续追踪锁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赵婷玉真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